如果滑雪一整天要花多少錢 然後如果你想要省錢的話 教你一個小Payboard 不論是租雪區還是買水票的話 都是跟XX買會最划算 哇 到啦 各位 我完成一件我一直很想做的事就是 穿著比比你來拍滑雪 我們搖起來嚇到尾 因為我們踏開窗邊居然是 它的庭面有風也超級的美 你看看我正身的專家就知道 我又來滑雪了吧 然後今天非常特別 因為今天是11月26號 然後這次的雪季 湯澤就是比往年都提到 一個月開幕 所以我們算是非常非常早 算是第一個來湯澤滑雪的台灣人吧 然後我們現在來的是 神樂華學場 神樂華學場是整個月後湯澤的雪場 最早上是天氣的 最早開跟最晚開的滑雪場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想滑雪的人 或是你是看了大家滑雪之後才腳養的人 這間都是你的好選擇 這間其實我之前已經有拍過影片 然後有興趣可以點分享 我們現在先去買雪票 然後它的雪票的話 一天是6080元 今天它是第一天開幕 所以它只開放了幾個雪線 就是沒有全開 所以今天的話是很便宜 今天只有3000日幣 可是呢 它雖然只有3000日幣 可是今天餐廳都沒開 所以可能會有點 我們只帶一個御飯糰 我們先趕快出發 因為有人迫不及待 我們會在那裡的 Hart 我們現在要搬阿嵐春啦 我們要開始了 少女說要Check-in 就像爬山一樣 它會有個APP 然后这是滑雪专用的APP 它就记录你的轨迹 譬如说我今天新手一直滑这条线 然后它就一直这条线上上下下上上下 这是你之前的吗还是没有 没有 我们的周勋长吧介绍 我们今天第一次使用 那如果等一下最后影片好用 最后再给你们分享这种APP 所以想知道看到最后 就觉得会了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第一次搭这个来厕所 我觉得天哪 雪也太振奋了吧 或者是不会发雪 其实也可以买门票上来就是观光 我觉得蛮值得 虽然就是当时的街上其实也很好拍 可是这边的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哇 到了 然后远方还有电视台记者来 我们要不要偷偷录景一下 大家的表情都充满兴奋 只有我很紧张 因为我第二次滑 然后觉得我很怕我根本就忘记了 然后我来的时候才想到要搭缆车 我很怕我从缆车摔到榴槤 新闻台记者有看到吗 新闻台记者 我们现在搭缆车到神乐华学厂了 然后神乐华学厂 我刚刚不是说它是最早开跟最晚开的学厂吗 然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开头就是别人的半闪耀 后面这个的话是他们这个非常有名的餐厅 还有一个景观玻璃屋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 因为今天票价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餐厅就没有开 不过它也是可以进去休息 有暖炉 所以不会冷 然后还有冰水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想要记录 如果滑雪一整天要花多少钱 然后首先我们刚才搭缆车上来 就先说门票没滑雪厂都有门票 我们今天买的是一日票 它底应是6800日币 可是因为今天刚开放 第一天开放 然后有些雪况没有很好 所以只开放几条线而已 然后没有餐厅店 所以我们今天买的是3000超便宜 如果你不会滑雪的话 你也想要看这种很漂亮很漂亮的雪景的话 其实也可以上来 因为它也有卖一般的缆车票 它有分缆车票跟雪票 然后雪票的话就是有包含缆车 可以无限试搭 然后有一日卷二日卷 就买越多越便宜这样子 这是拉面店 我每次来都吃这个 然后里面这个是他们的休息间 妈妈什么的 可以在这边休息跟 我记得是 对对对我记得是 然后还有知道漫漫机 所以我们等一下真的撑不住 我们就来投币 我们的好像是玉米浓汤 很赞 很赞耶 你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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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停了 到时候路过 有人 有人在 缆车停了 它等一下搞不好也会害缆车停 我们来看它会不会害缆车停呢 相当期待 我好紧张 好紧张啊 我有两个紧张 第一个是 我的目标还是要拍照 第一个紧张 就是我怕没有拍照照片 第二个紧张是我怕 我一直练习都练习不起来 无法陪少女滑雪 我会耶 记得怎么穿吗 我忘记了 这个 观众会不会笑我 这个一拉就把它拉出来 这个也是 一拉就把它拉出来 拉脚进去 好热喔 你才一小段而已 好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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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赶鸭子上架 没有啊 你接不到一分钟 然後它一直说 你刚刚很好啊 你刚刚真的滑得很好啊 我每周觉得它是骗人 沒有 真的啦 沒有人像你滑路 他剛才收手機我覺得很可怕 欸 很緊張 好 拉起來 這是他自己用的嗎 沒有 我用的啦 那我要怎麼站起來 這邊 這邊 那你推一下椅子 那腳他會繼續 推一下椅子 What 剛剛分享了纜車的門票價格 再來還有Chef 因為很多人都是新手 他可能會用租的 所以來分享一下租的價格 欸 我先講一下我今天 因為我今天我的那個 雪褲 雪衣 跟雪服 都是自己的 我今天只有租鞋子 安全帽跟雪板 如果是滑雪板加滑雪鞋的話 一天是4500日幣 下一個安全帽的話是 1500日幣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花費 然後也有就是特別的組合 比如說滑雪板加滑雪鞋 加滑雪服的話 這樣是7500日幣 租越多的話會越划算 然後這邊是大的裝備 然後再來還有細的 例如說雪鏡也是我自己的 還有手套你也要 還有防摔褲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從裡到外全部都用 然後就是看你要租的價格 去做換算這樣子 如果像我比較喜歡漂亮的話 就去買整套 可是如果新的可能會有點貴 很多人推薦會到淘寶買的 因為淘寶買的話CP值蠻高的 然後你可能穿一兩季 也比較不會心疼 你可以參考一下你的預算去做選擇 然後如果你想要省錢的話 教你一個小Payboard 不論是租雪鞋還是買雪票的話 都是跟民宿買會最划算 可能他們有優惠配合 再來的話雪鞋店是第二划算 雪鞋店也有買門票 也可以跟雪鞋店買門票跟租雪鞋 最貴的話就是在雪場直接租雪鞋跟買雪票 是最貴的 這是網路統一的說法 就是平均值下來 如果今天你趕時間的話 當然就是用金錢換取時間 可以選擇在雪場直接租 所以這些的話就是你們可以評估一下 各位我完成一件我一直很想做的事 就是穿著比基尼來拍滑雪 是不是很瞎妹 但是因為去年滑雪的時候 少女就一直鬆憂我說 欸你快穿比基尼拍 我就說 蛤我不敢 我不敢 因為今年初我是滑雪新手 我想說第二次來挑戰一下 所以就是穿了比基尼 可是剛剛為了找那個拍照地點也找好久 因為如果後面要漂亮的點的話 就是在那邊人就會非常的多 那我們就跑來這邊人比較少的 但是拍出來效果也很漂亮 你們覺得幾分可以嗎 好啊 穿上衣服去認真繼續滑雪啦 對對對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可以啊 沒有啊 你姿勢對啊 坐下去 右腳左腳往前踢 你可以滑啊 你只是動作不Hold住 而且你現在如果敢摔 你應該更敢 更要敢做動作啊 我要先不會追倒 你看 一錶 什麼意思 我只能搭衣服 可能 Jinping 拿不脂 很多 真的 真的 終於快到纜車口了 少女在那邊等我 火花好慢喔 真的太難了啦 雪桿都不見了 再滴清第二趟的滑行 我終於成功了 我原本以為 我這次完全滑不起來 滑起來覺得有點感動 雖然還是有點辣殘 但是少女說我還不錯 是吧 真的嗎 勉強中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我們的午餐了 原格來說應該是 晚午午餐嗎 因為現在已經2點 然後我們跟街坡車 雪巨店也街坡車就約3點 帶一個飯碗來 然後它是價值210元 而且我們兩個很省 所以合吃一個 其實是因為我們忘記買 我們就合吃一個 然後一般在雪場的午餐選擇 大家都會吃雪場裡面的餐廳 那位的話 從1000到3000-4000塊補充 終於來吃晚餐啦 因為我們沒有吃午餐 其實是太餓 所以我們晚餐選了一間 燒肉 想說可以靠賞一下 燒肉是我們 為你取劇店的店員 他推薦我 燒肉好像真的蠻紅的 因為當午點開門 店員就有3、4組客人的菜單點 自己跟他很特別 他的料發是 其實幾元台幣就可以料湯 我們點了 有滷肉、盤、肉房跟兩碗湯 然後最後再兩隻緊張 吃完晚餐 接下來是住宿的部分 然後在月厚湯城 滑雪這邊住宿 我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平價的那種民宿 然後一種是比較高級的 溫泉酒店 那看我今天的裝扮 還有後面的建築 就知道我今天住的是 高級的酒店 其實也沒有很高級啊 就是跟我前幾次 比的比較高級一點點 然後前幾次住的那種 平價的民宿 一晚大概一個人都是 1200多左右 我有拍過影片 你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住的是花園 我們是選最便宜的房型 然後一晚6000多 住下來一更是3000多 但是我覺得他CP是非常高 為什麼呢 因為於月厚湯車車站 走路大概只要5分鐘吧 非常的近 但是他還是有提供結果 因為有時候學很大的話 比較難走 現在已經在飯店大廳裡面 進來就要換拖鞋 進來鞋子會放在櫃檯 進出他們就會拿拖鞋給你換 這邊的話就是他們有商店街 在大廳這邊有免費的茶 有咖啡等等 現在身上穿的就是浴衣 但是我看浴衣的話 好像是有些房型 它才會提供免費的浴衣 像我們選的就是有 提供免費浴衣 浴衣非常可愛 女生的話這邊是黃色 然後男生的話是藍色 上面就會找著一個綠色 超級的可愛 然後現在去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也是超級的漂亮 歡迎光臨我們的房間 你可以看到嗎 它整個超級的大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睡10個人都沒問題 它真的很大 然後我覺得最讓我驚訝的是 就是一開門 他們的那個保護人員 就是已經把我們的行李 送來我們房間 也擺得超級的整齊 這床鋪好餒 那個是厚厚的 有那個感覺 怎麼說 有那個椅子 剛剛少女說這個椅子是高級版 你看它的多厚 我覺得很薄 剛剛我這打開裡面是有那種茶具 熱茶熱茶那種 我明天還是11點在退門 這好舒服喔 我再吃下去就不同的感覺 今天的話我剛才想說 這個是什麼空間 然後它這邊有鏡子 所以它應該是獨立讓人生 譬如說可以 或是化妝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這間很棒推薦給你們 就是以它的價格來說 我覺得它服務大於它價格很多 而且剛才看超多家庭 還有日本老爺爺老闆 大家都在這裡旅家 這間非常適合情侶 然後還有爸爸媽媽 我覺得你送父母來這邊 旅行會非常愛 而且這間好像是老字號的那種 溫泉酒店 它門口就是很多雪場接骨專車 所以我覺得你是滑雪 然後想要對自己好一點點的話 可以前幾碗付便宜的民宿 然後最後一碗 滑得很累的時候泡個湯 對啊 它也有就是大眾浴池 然後浴池是開放24小時 對 而且它還有那個私人風呂 你知道為什麼沒默契嗎 有看到這口 辣 我們要先去泡湯 我們今天有預約那個私人風呂 可以泡45分鐘 一千日圓 一千日圓 換剩下來是 300多 一個人 兩個人300多台幣 對 超豹便宜的 早安 我們剛剛從酒店check out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早安起來嚇到尾 因為我們拉開窗簾 居然是它的庭院有風 也超級的美 然後這完全就是收穫我們的意料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官網照片都有 他們停業有學籍 然後我們一開始還覺得有點失望 就是沒有辦法在學籍的時候來 想說這次來吃楓葉 我覺得也很棒 這間飯店的服務真的是超超超超好 最後要離開的時候 它還不送我們 就是等我們 因為我們在外面大概整十點 它就在那邊等我們 不送我們離開 超佳 就是這間溫泉酒店是我們以後來看這花雪 如果預算夠的話 會想再來做 因為真的是超級的棒 另一方眼前的話 我放在資訊欄下方說 你們有興趣可以點喔 然後最後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間的這種東西 可是花雪一天要花多少錢 今年比較特別的話 因為門票是剛開戶 然後優惠半價 因為只有部分的雪鮮有開 所以門票是3000日幣 裝備的部分的話 我今年也是花比較少 因為我去年有租雪服 那今年的話 只有雪鞋 雪板 安全帽跟房帥 好像是7500日幣 早餐的話 一樣是超商 是200塊日幣 午餐的話 因為雪藏的飯店沒開 所以是100塊日幣 然後晚餐的話 我們就吃燒肉 吃比較好一點 大概3200 住宿的話 住比較貴一點 應該一晚是15000左右 那這樣統整下來的話 今年花費是29679元 那我們看一下去年 花雪的話 一天至少要花到 5000到6000左右 有6000左右了 還不包含 比如說你想要喝飲料 像想要吃宵夜 這個都沒有加進去 花雪算是一個 小小高消費的活動 但是我覺得 一年一次蠻值得的 如果你喜歡花雪的話 我還有拍其他兩支影片 我們可以參考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留言 還有分享 分享給你想要花雪的朋友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